哈喽大家好 我是大时候亮哥 北京时间1月7日2024年中国田径公开赛佛山战已经落下了名模 今天给大伙介绍的是优势混合800米决赛的比赛 我今天给大伙计设的主角就是来自福顺的张汉天 现在的张汉天年已采集有8岁 还只是一位小学生 最终张汉天以2分50秒86的成绩创下季夺冠 赛前张汉天已经掌获了该组别400米的冠军 而当时他的夺冠成绩为1分12秒19 已经刷新了他的个人PP 结果到了本次800米决赛 张汉天的状态更是飽飽了 本场比赛 张汉天的最大机会对手就是来自博山的墨汉城 赛前张汉天该项目的个人PP为2分52秒65 比赛的时候墨汉城起跑还不错 传人天的汉天很重 而张汉天起跑一般落后运着 刚开始就有一名女选手因为碰撞不正摔倒了 今天张汉天升P7号 而墨汉城升P1号 才跑出没多久 只见墨汉城就率先发力 从外到连超速人逆转冲到了第一位 刚开始墨汉城就冲得非常凶 这也瞬间就将张汉天给耍开了 300米结束的时候 墨汉城11领先取代第一位 而张汉天落后9米有只取代第五位 不过张汉天似乎并不着急 其实跑这个800米不仅要求选手们要有过硬的实力 有时候战术安排也是非常方便的 如果开头冲得太凶 没有合理去分配体能 到最后很容易就会崩盘的 好了Ladies and乡亲们 我们研究症状 400米结束的时候 墨汉城依旧还是取代第一位 而张汉天落后8米远已经来到了第四位 只见张汉天显得非常放松 但是谁知接下来张汉天终于开始到完了 只见张汉天从最后300米就开始冲刺了 在最后200米的时候 张汉天已经逆转了墨汉城冲到了第一位 接下来只见张汉天继续在疯狂冲刺 由于这么早就开始加速冲刺了 这一段身后的对手一下子就被他甩开了 接下来就变成张汉天一个人的描冽 只见张汉天咬牙继续在疯狂冲刺 只见张汉天率先冲过了墨汉店 最终张汉天以两分50秒86的前进逆转流光 墨汉城获得亚军 张汉天再次刷新了自己的PB 从落后9米远 再到最后300米就开始疯狂冲刺 上演今天那一种 先不说这个成绩怎么样 敢这样子操作的 那一绝非是等线之辈 本次张汉天掌握了两镜 并且双破PB 这也足以证明了他的实力和情力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 远送从此别 青山空腹情 我们下期再会